大家好,我老唐今天和大家说一说退行性习关节炎 40岁以后人的习关节就开始退役了 主要表现什么呢?就是这个 关节里面的滑液分泌减少,然后 然后关节和软骨里面有两个叫半月板的 它那个就是韧性肩低变脆 那活动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 甚至有的会在骨关节里面的骨头的骨质增生 引起一些骨刺这样活动的时候它就会疼痛 这老年人有些膝蓄关节痛的话,痛了以后它就不活动 这时候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就是痛,你不动,你不动 它这个大腿的肌肉它就会减低 但是你就更走不动 就是痛,不走,不走就更痛 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推荐这个 建议,这些就是这个 关节科目 要增强这个五四头肌的力量 要增强这个五四头肌的力量 主要呢,就是一些 你如果站着活动走得痛的话 你可以坐在椅子上面 经历一些这个神腿 每天做一些体操啊 还有一些伏着孕子下蹲的这个动作 都可以增强这个五四头肌的力量 而最后再说一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人工 心血管啊,方面这些疾病 就是身体条件还可以的 都可以做 做的的话,效果也挺好 它这个做完以后 走路和正常的一样 而且它现在这些金属啊 这种关节的金属质量很高 都可以用几十年的 好,今天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请多关注 谢谢大家